我是一只中国土狗 整天被铁链拴着 待遇很差 主人每天只给我一碗残羹剩饭 而那些我根本看不上眼的 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如我的外国土狗 比如法国土狗泰迪 英国土狗科技 却被主人们细心的照顾着 给他们吃着精细的狗粮 让他们住着豪华的小窝 他们喜欢这些外国土狗 往往是认为他们颜值高 然而我们中国土狗颜值低吗 其实我们中国土狗有很多品种 大部分品种的颜值也很高 只不过大家对中国土狗过于熟悉 而习惯性的忽略了中国土狗的高颜值 而且有一件事是你们所不知道的 这些外国土狗在进行品种选育时 往往都要经过近亲繁殖 这导致他们身体素质差 非常容易生病 高昂的医药费往往让主人不堪重负 而中国土狗的祖先是东亚灰狼 身体素质比那些外国土狗强得多 这一点是中国土狗适应性和生存能力超强 中国土狗对于粗利的饮食 简陋的住所都可以很好的适应 而且中国土狗身上还有与生俱来的超强免疫力 使得中国土狗极少生病 目前在宠物医院比人类医院收费还要高昂的情况下 饲养中国土狗会减少许多看病的花费 在被人类驯服以来的一万年中 我一直是人类的好朋友 我的优点可以说数不胜数 不妨在这里详细介绍几点 我是中国土狗 但却不受人待见 难道我真的很差吗 首先 我领地意识强 对于中国土狗来说 看家护院是我的本能 我对主人家居的保护非常周全 正因为有了我的存在 主人全家才会有一种天然的安全感 这是外国土狗无法做到的 而且我个性独立 绝对不像外国土狗那样粘人 其次 我个性凶猛强悍 当然这种强悍的性格 只有在主人遇到危险时 我才会表现出来 如果主人遇到危险 我就会勇敢地冲上去 与敌人进行搏斗来保护主人 中国土狗对主人非常忠诚 一生都在默默地保护主人 最后呢 我还聪明 懂事 同人性 可以敏锐地察觉到主人的情绪 如果主人骂我 我从不反驳 只会摇着尾巴 凑到主人面前去讨好他 如果家里来了不认识的人 一般都会发出废叫 但只要主人一吆喝 我就会停下来 表明我知道来人 是家里的客人 而且我不娇气 更从不挑食 主人随便端出了一碗残羹剩饭给我吃 我就会心满意足地扑上去 吃得一干二净 但是 随着社会的进步 越来越多的外国土狗 被引入国内 一些主人认为 外国土狗更加上档次 也更依赖主人 所以他们嫌弃中国土狗 认为 牵中国土狗出去溜弯 丢他们的人 而只爱牵着外国土狗出去溜弯 长久以来 我的子孙后代 可能连得到一碗残羹剩饭的机会都没有了 你们都开始把关注的目光 转向那些会撒娇卖蒙的外国土狗 这些外国土狗 成为众多主人们的心宠 我是中国土狗 但是现在有些人不再叫我中国土狗 而是给我起了个中华田园犬的名字 从这个充满乡土味的名字就可以看出 有些城里人已经不待见我了 但是你们可以想象吗 在澳大利亚 中国土狗可是顶级捕猎者 基本没有天敌 而且这里的食物非常丰富 包括野兔 蜥蜴 绵羊等 如果捕猎小型动物 中国土狗就会单独行动 如果碰上大型动物 中国土狗还会分工协作狩猎 由于中国土狗懂得团结 且身体灵活 性格凶猛 因此就算是面对袋鼠 牛羊等比自己个头大的动物 也丝毫不会畏惧 随着澳大利亚 中国土狗的数量越来越多 一些中国土狗将捕猎的目标 对准了在澳大利亚随处可见的羊群 牧民们因此损失惨重 据不完全统计 近几年 平均每年都有上万只绵羊 被中国土狗咬死 而且这一数字还在逐年增加 澳大利亚政府每年补偿牧民 因绵羊被中国土狗捕杀 而造成的损失超过一亿美元 为了防止我们继续捕杀羊群 给牧民带来更大的损失 澳大利亚当地政府花费巨资 修建了数千公里的围墙 用一把中国土狗与羊群隔离开 你看 在澳大利亚表现如此厉害的我们 在国内很多人眼中竟然上不了台面 还是请你们放下对中国土狗的偏见吧 一旦你们以认真的态度看待我们 就会发现我们真的很棒